降压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再次警告牢记两个原则 否则等于白吃 龙先生在饮食上一直有个习惯 那就是喜欢虫口食物 例如在烹饪时喜欢多放盐 再加上龙先生平时不太喜爱运动锻炼 因此就给某些疾病的到来给了可趁之机 某一天正在坐着看电视的龙先生 感觉头部昏昏神神 站起来的时候不是症状有所减轻 并且这种异常情况在往后的日子里时常出现 为了明确这种异常情况出现的原因 龙先生到医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龙先生除了存在血压异常的情况外 其他各项指标均正常范围之内 最终 医生根据多次测得的平均血压及收缩压 175毫米拱柱 舒张压105毫米拱柱 确诊龙先生患有两级高血压 针对龙先生的病情 医生给他开具了沥血瓶片 并针对他的血压波动情况 给出了中午使用降压药物的建议 可是使用沥血瓶片一段时间之后 龙先生高血压的相关症状得到了控制 但是却又出现了恶心 消化不良等不是症状 于是他又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医生在了解他的情况后 指出用药时间段不用改变 但要把用药的时机从饭前改到饭后 听从医生的建议后 恶心等不是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使用沥血瓶两年多后 由于龙先生对沥血瓶产生了耐药性 于是他在医生的指导下更换了降压药物 将沥血瓶更换成了卡托普利 结果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龙先生又重新出现了轻微的高血压症状 之后在医生的帮助下 他将用药时机从饭后改回了饭前 结果血压得到了理想的控制 在上述案例中 龙先生使用降压药物的时机一直在改变 要么是饭前 要么是饭后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门道 降压药究竟是应该饭前吃 还是饭后吃 一 降压药物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想要了解降压药物需要饭前还是饭后吃 我们必须从降压药物与患病本身的情况出发 临床上降压药物的理想使用时机为血压波动高风前 并且用药后 降压药物在体内的血压浓度的峰值最好与血压波动的峰值相综合 鉴于高血压患者的数量很多 且血压波动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因此 只要满足于上述情况 在饭前或者饭后使用降压药物理论上都是可行的 不过高血压患者想要明确自身使用的降压药物适合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还需要从具体的降压药物出发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降压药物有卡托普利 贝纳普利 菲洛蒂平 以及西洛蒂平等 其中卡托普利 以及美托洛尔等降压药物便适合在饭前使用 因为该药物放在饭后使用 则会影响它在体内的吸收利用 有研究指出受胃中食物的影响 卡托普利在体内的吸收可减少30%到40% 因此 案例中 刚开始的时候 龙先生将卡托普利放在饭后使用 出现血压控制不住的情况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减少了药物的使用剂量 而在临床上 与卡托普利使用时机刚好相反的药物 则常见沥血瓶 稀泥地瓶等药物 它们适合在饭后使用 以沥血瓶为例子 它在体内的消化吸收不受食物的影响 或者受食物的影响很少 按道理说 饭前 饭后使用都行 但是沥血瓶进入人体后 会对胃部的粘膜造成刺激 这会增加高血压患者胃酸的释放 在胃酸过多的情况下 患者便会因此而出现恶心 消化不良等不是症状 就像案例中的龙先生一样 而将沥血瓶放在饭后使用 其一 在食物的阻挡下 沥血瓶与胃部粘膜接触的几率 会进一步减少 其二 在有食物的情况下 即使胃酸分泌过多 患者出现恶心等不是情况的几率 也会随之减少 当然 除了卡托普利 沥血瓶等需要考虑是在饭后 饭前使用外 临床上大多数降压药物都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饭前饭后都可以使用 例如胺率地平 销本地平 总而言之 临床上降压药物是否可以在饭前或者饭后吃 需要考虑两点 一个是患者血压波动的峰值 是否在饭后出现 另一个则是食物对药物本身的影响 是减少不良反应的出现 还是影响药效 在充分考虑这两点后 无论是饭前使用还是饭后使用降压药物 我们的健康都能得到充分保证 说到健康 为了保证降压药物的降压效果得到充分利用 患者在关注降压药物饭前饭后吃的同时 还应该注意降压药物的使用原则 以免白用 二 谨记这两个原则 不要让降压药白用 降压药物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私自更改药物剂量 也不能私自更改种类或者停药 否则很容易影响药效 对于这几点老生常谈 很多高血压患者都知道 但是在临床上影响降压药物效果的点很多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两个原则容易被患者忽略 从而让降压药物白用具体如下所示 原则一 用药时间准确 上文已经说过了 降压药物较理想的使用状态为药物使用后 血药浓度和血压高峰相重合 而每个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都不可能完全一样 因此用药时间的准确把握是保证血压控制的重要原则之一 对于大多数高血压患者而言 他们的血压波动一般呈现为二峰一股 白高黑低对于这类人群 如果使用的是氨氯地瓶等长效降压药物 可以在早上七点多钟的时候使用一次 如果使用的是氨氯地瓶 销本地瓶缓湿片等中效的降压药物 使用时间则为早上七点以及下午三点 而如果使用的是销本地瓶片 第一次使用的时间为醒来的时刻 第二次为中午一点 而第三次则为下午六点 假如血压波动的情况与上述不一样 降压药物的使用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总而言之为了尽可能保证降压药物的降压效果 药物使用时间一定要与自身情况相匹配 建议患有高血压的患者在医生帮助下 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 之后根据自身情况以及药物的时效性 在医生帮助下制定个体化的用药时间 原则二注意降压药和其他药的搭配 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在平时可能会因为 各种疾病而使用到除降压药以外的药物 但这些药物的使用可能让患者的血压升高 进而让降压药物白吃 例如布洛分等非灾体抗炎药可以影响血压 从而使患者的平均动脉压上升 又比如去甲肾上腺素等 你肾上腺素药物会直接作用血管 从而让患者血压升高 因此为了不让降压药物白白浪费 高血压患者需要注意降压药物和其他药物的搭配 建议患者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非灾体抗炎药等在内的药物 总而言之 患有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想通过降压药物理想控制血压 除了熟知的不能私自更改种类停药等外 用药时间 药物搭配合理这两个影响疗效的原则也不能忘记 这样患者的血压控制才有保证 当然除药物本身的使用外 生活中有许多因素会影响降压药物的疗效 为了不让降压药物的效果白费 一些注意事项高血压患者必须谨慎 三 如何从侧面让降压药物的效果不白费 如果不想让降压药物白白浪费 下面一些事情一定要谨慎 一 监测血压 由于季节 饮食 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不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 一般情况下 血压在夏天会有所降低 而在冬天 则会升高 如果用药方案固定不变 患者的血压控制会受到影响 要么偏高 要么偏低 因此 为了让降压药物的降压效果 与自身血压情况相匹配 患者应该定期监测血压 这样才能为药物使用方案的调整提供依据 建议患者家中自备测血压的仪器 每天早晚固定时间测量血压 二 合理运动 很多研究表明规律的运动 其降压效果堪比一线的降压药物 抗阻运动可使患者的血压数值下降2到3毫米拱住 而有氧运动下降的血压数值可达到7到9 因此 因此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如果不想出现使用降压药物后降压效果不理想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多运动 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 可分为几次实施 可分为几次实施如3到5次 研究指出临床上有一半的高血压是高纳饮食或者高盐饮食导致 因此为了不让降压药物白白使用 高血压患者必须低盐饮食或者减少纳的摄入 生活中含盐较多的食物、常见面板、腊肉等 降压药物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例如我们需要根据它的种类确定是饭前或者饭后使用 否则就会和龙先生一样出现降压药物的副作用 或者出现血压控制不佳的情况 另外 为了尽可能保证降压药物的效果 除了不能私自停药等外 患者还有谨记用药时间准确等原则 当然 为了进一步巩固降压药物的效果 生活中 我们必须多运动 控制饮食摄入等